HELLO 大家好,我是Yokyok自由女新 農曆新年就到啦! 所以我這條影片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兩年在英國工作假期的農曆新年是怎樣過的呢? 以及英國本地人對於農曆新年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更新我的影片啦! 首先簡單地分享我兩年在倫敦的農曆新年是怎樣過的 沒有家人在身邊啦!沒有行花市啦!沒有鬥禮市啦! 沒有什麼新年的氣氛啦! 完全都好像過了一個不像新年的新年啦! 還要上班啦! 第一年的話,我就幸好我年初一和年初二放假的 又跟香港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吃團年飯 就好像有一種離鄉別井之後溫暖的感覺 我們還一起做港式年糕! 第二年,香港的同事都走了! 而且我在年三十晚開始,到年初三我都是要上班的 唉!傳統上,如果在新年那幾天上班的話 整年都是要勞碌的啦! 但是呢,之後發現原來是不准的! 哈哈哈哈 最後我2020年,我上班的日數呢 是我這麼多年裡面最少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時候其實覺得都OK的! 因為是有同事一起過啦! 最搞笑的就是我們會一起裝飾一下我們的工作環境啦! 即是用我們僅餘的物資啦! 我記得那時候我是用A4的紅色的畫面! 還有一個正方形就寫了複字啦! 然後剪了兩個長方形就是用來寫輝春 都貼在工作環境裡的! 除了輝春之外,我們因為是買香檳的! 那香檳有一個木塞的! 我們就用木塞製造了一個老鼠! 就去迎接這個鼠連啦! 那其實大家都很享受做的過程! 就是因為農曆新年那時候上班 那就多了機會和時間 就給我和本地的外國人溝通一下! 那我就跟他們分享了一些農曆新年的東西啦! 那他們給我的反應都挺搞笑的! 哈哈哈哈 如果你跟他們說農曆新年,他們最想知道的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今年是什麼年啦! 嗯...自己是什麼新章啦! 十二新章裡面有什麼呢? 如果十二新章的話,我真的可以很快就很流利地說給他們聽 就是鼠牛虎吐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但如果英文的話,真的考起我啦! 即是不說不知,原來我連十二新章的正確英文名字我都不知道 即是我跟他們說是child animals 哈哈哈哈 其實十二新章的正確的學術名稱人 專有名稱,就是這個... sodiac 哈哈 child zodiac 有些字很少用到的話,就算小時候讀過都已經忘記了 好,那接著就考考大家十二新章的英文,大家懂多少呢? 給你們三秒時間,想想一下 3...2...1... 好,揭曉! 好,他們就是... wet, oz, tiger, rabbit, dragon, snake, horse, goat, monkey, oyster, dog, pig 大家是不是都認識了呢? 我本來都以為我自己認識了,怎知原來有些是錯的 哈哈哈哈 究竟我錯了些什麼呢? 唉,不要提啦 但我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容易錯的新章 也是我錯的新章 那第一個就是老鼠 wet 那我第一次想的就是mouse 哈哈哈哈 因為你平時用的都是滑鼠mouse 那... 對,鼠連是mouse很正常 那我那時候跟我有些同事在這裡說 第一隻就是mouse 然後他們說wet 然後我就... 蛤?wet和mouse... 蛤? 有分別嗎? 那我就問同事wet和mouse有什麼分別 他們解釋完之後我就... 其實都是老鼠啊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個是大隻一點 一個是小隻一點 你記住mouse是小隻一點 在家裡的 而wet大隻一點就是在街上的 他們這樣跟我說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他就詳細地說 這個wet和mouse的分別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牛 os 我那一下第一次想的竟然是 cow 與牛 哈哈哈哈 最搞笑的就是那時候有一個同事 他是牛年出生的 那我就說 oh you are the year of cow 然後他就說 cow? is it oz? 喔原來我是那一刻 我才知道 原來要用公的嗎? 要用紅聖的嗎? 然後我就是 很搞笑地解釋給他聽 因為你是女生嘛 那你就用cow 所以你的年份就是 the year of cow oh my god 立刻覺得我的英文很差 第一個和第二個 已經錯了 就是鼠和牛 哈哈哈哈 再回去讀一下英文 第三個錯的 其實跟剛才那個都有點類似 也是因為紅聖的關係 就是 雞 雞 那雞就是 我便說了 chicken 因為通常你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叫chicken oh the year of chicken 嗯 我沒有說the year of hen 已經很好 那他們就會說 oh Worcester 嗯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犯這個錯誤呢? 如果是的話我們先給我聽 看來十二生肖的英文 都是偏向用紅聖來命名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了 記住 講公哥就對了 嗯 那英國本地的朋友 他們會很想知道自己的生肖是什麼 知道完之後 他們有些就會很失望 有些就會很開心 有些就會覺得 很可愛 但是呢 有一個很搞笑的就是 嗯 我覺得我是龍 嗯 然後我問你多少年啊 你多少歲啊 我幫你計算一下 然後呢 我計算一下 你是蛇啊 然後他就說 蛤?不是 我覺得我是龍 嗯 我是龍 你跟我說我是龍 是不是? 我發現他們大部份都是喜歡龍 其實跟中國人的文化都是一樣 都是很喜歡龍 阿鳳 那些 哈哈 我個人也是一樣的 然後他們就會問 為什麼是這十二生肖呢? 我會說 這是一個傳說 那就是一個什麼玉皇大帝生日會的故事 那他們就會說 為什麼不是龍快一點? 為什麼有說沒有貓的? 其實那一刻我就知道 為什麼沒有貓 因為那個故事就是說 老鼠和貓本身是很好朋友 但是這個生日會老鼠就背叛了牠 好像有些版本就說沒有叫牠起床 有些版本就說牠踢了牠落河 總之都是背叛了牠 那所以呢 他從此就不是朋友了 所以從此貓就要捉老鼠了 那一刻我是不知道龍為什麼會排第五的呢? 然後我上網查一下 才知道龍是很有責任心的 那牠呢 就是負責下雨的 那天因為要去一個地方下雨 那牠下完雨才過來 所以遲了就排第五了 第二個英國本地人 最想知道關於農曆新年的東西 就是 WAP PAPER ON THE DOOR 即是輝春 那牠們呢 就是會覺得 好可愛 為什麼牠們要貼在門上 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我們用了一些僅餘的物資 就做了一些正方形的複製 然後兩行輝春 貼在工作的位置 那有些同事上來 我也會跟牠們解釋一下 這東西是什麼 很搞笑的就是 我看到有幾個反應都是這樣的 那些輝春有什麼貼在這裡 那我跟牠們解釋完 好幸運 好健康 好健康 好錢 用我最簡單的字眼跟牠們解釋 然後呢 牠們呢 就會對著輝春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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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吸吵氣 很搞笑 第三 就是牠們會想知道 和學一些 祝福語句 在農曆新年的時候說 牠們會問 How to sa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那我跟牠們說 我們不會直接說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在中國的 要不然就很奇怪 就變成 這個 中國新年快樂 不會這樣說 然後我就跟牠們說 我們會說 恭喜發財 那就是 Congratulations And have more money 哈哈 或者是直接說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就算了 那我就會教牠們 一定要做這個手勢 恭喜發財 然後牠們真的會跟著我這樣做 然後就覺得 好搞笑的 好可愛 哈哈哈哈 那我除了跟牠們說 一些簡單的新年祝福語之外 也會跟牠們分享 一個鬥禮士的文化 是一些結婚的 還有一些上司 老闆 就會派禮士給別人 所以我就跟我的管理員說 恭喜發財 禮士鬥禮 You are my manager So you have to give me the red pocket money 然後他們就馬上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I don't understand your culture 然後就走了 總括而言 我兩年在英國的農曆新年 都是在工作之中度過 其實都好像沒有過過新年 感覺都不像新年 不過在跟同事分享農曆新年的文化 還有會做些什麼的時候 那一刻就會有新年那種感覺 都真的有一種文化的交流 也挺搞笑的 看著他們就好像一個小朋友問問題 但其實我在他們心目中 都好像一個小朋友問他們問題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聖誕的時候 我都問了他們很多問題 聖誕的時候我都會問 你們平時會做些什麼 跟他現在問我們農曆新年會做些什麼 其實都差不多 那今年就是牛年了 剛才說過牛年是The Year of Oz 看回徽春也是Cow來的 剛才說這個徽春 這隻都是魚鵝 這隻都是魚鵝 這隻都好像女仔 你看看 這隻裙子 就不是The Year of Cow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分享 歡迎留言告訴我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我的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